字幕 李宗盛 《忠實日本的國防防守 》 《忠實日本的國防防守 》 《忠實日本的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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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守 》 嗨, How's your day? Welcome to 英文英文 我是蔡英文 第一集我們談到了台灣的外交 不知道你喜不喜歡 跟外交一樣 同樣是屬於總統直選 也是總統 應該每天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的國防 總統是三軍統帥 要跟我們的國軍一起來保衛我們的國家 保衛我們的民主跟我們的自由 最重要的當然是要保衛我們人民的安全 不過在我們談國防之前 是不是我們來考驗一下 我們的界頭上的朋友們 看看他們怎麼說 有想要當什麼樣的軍 陸軍吧 因為海軍我會暈船 空軍吧 第一艘是空軍 陸的台灣 我是陸軍軍種 如果你們想到軍人的話會想到什麼 保衛衛國 是 保衛國家 衛國爭光 問一下你們知道軍隊的英文 應該是Army Military Military或是True 那保衛衛國 應該是Honor Your Country 不愧 我可能會說Safeguarding the Country 那如果你們今天是台灣的總統 如果要有一項設備或是武器 你覺得可以拿來保護台灣 你會選擇哪一項 坦克車吧 Tank 往上打也可以往地面打 無人機 喔無人機也可以 無人機的英文 不行 我還忘了 你記得嗎 D-R-O-N-E嗎 Yeah 我剛剛應該也是 戰鬥機啦 我會覺得空軍蠻重要的 可能會多買一些F-16這樣 用一個英文單字或造句來形容台灣 Sexy 因為我覺得台灣是一個小小的地方 但我們做了很多厲害的事情 而且台灣女生是亞洲最漂亮 像妳就很漂亮 Friendly 嗯 很好喔 我也覺得是Safe 就是安全 半夜出來買個宵夜也是都很安全 Friendly嘛 優先嘛 我感覺台灣是一個很優先的一個環境啦 一個國家啦 我可能會說台灣是一個極端的國家 Open-minded 我覺得大家在這邊對一些新的東西的接受度也蠻高的啊 然後像近期台灣通過同性婚姻 你知道這個英文單字是什麼意思嗎 Pro-Democracy 呃就是支持民主吧 這個技就是支持民主啦 對因為Pro就是贊成支持嘛 然後Democracy就是民主 就是台灣很重要的一個特色這樣 支持民主的話 就會想到香港最近的反送中式的事情 香港嗎 應該也是香港的事情吧 好不容易走到今天這一步 但卻現在好像是再倒退走 哇 這個我不是在這邊的 P Quote P Quote What What 支持民主 支持民主 看完了我們隨機的街坊 我真的覺得大家都很愛台灣 讓我覺得很感動 軍隊的英文要怎麼講 部隊的英文要怎麼講 軍隊就叫做Minitary 部隊就叫Trail 也可以叫Armed Forces 或許你會問說 那陸軍的英文怎麼說呢 陸軍的英文叫 Army 海軍叫Navy 空軍叫Air Force 海軍陸戰隊叫做Marine Corps 憲兵就叫Minitary Police 國軍也是一個專業 上一次碰到館長的時候 我就跟館長說 我們希望我們的國軍的專業的形象 可以持續的提升 剛才我們也問到街上的幾個朋友說 防衛怎麼說呢 防衛就叫Defense 說到Defense 美國根據台灣關係法 是必須要提供台灣足以防衛自己的武器跟設備 最近美國的行政部門已經批准了 將要出售給台灣一批F-16新型的戰機 將會大幅的提升我們空中的防衛能力 戰鬥機的英文叫做Fighter Jet 或者叫做Air Fighter 我們進行軍購 比如說買飛機買坦克 其實都是要強化我們的國防的能量 這是為了和平不是為了戰爭 這裡我們來學習幾個單字 飛彈我們英文叫做Missile 但是呢也有人叫Missile Missile是英國人講的 那麼另外一個字坦克叫Tank 那我們常常講的潛艦叫做Submarine 自從我上任以來呢 我就非常注重我們國防產業的發展 那麼於是我們有了國際國造 國建國造的政策 我們已經在興建廠房 準備開始製造我們的潛艦 那我們高級交流機的原型 在下個月就會出廠 剛才在街頭訪問的時候呢 看到我們很多的朋友有提到 香港人民對於民主的訴求的活動 那有一個字叫做Pro-Democracy Pro-Democracy應該是把它翻譯成是 推動或者是促進民主的發展 那我們來造句吧 台灣 is free and we support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Hong Kong 我們在台灣 我們有自己的主權 也享受我們自己的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那麼民主自由的價值要守得住 必須要有足夠的國防 來讓我們能夠自己防衛自己 主權這個字我們叫做Soffering 獨立叫做Independent 我們就來造個句吧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s a suffering and independent state 在這一集裡面 我跟大家分享了幾個單字 都是跟國防或跟國家安全有關的單字 那我也希望藉由這個機會 跟大家分享我們這幾年來 在國防事務上的努力 讓我們更多的國人 能夠了解國防 了解國家安全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再見了 thanks for watching and wish you all well and see you next time 沈先生你好 不好意思 你可以方便接受街訪嗎 好啊 想要請問一下 你是什麼軍人 我是陸軍的 ARMY 想要軍人會想要三個字 第一個是service 第二個是sacrifice 第三個是honor pro-democracy就是支持民主 稱民主 想要請問一下可以用一個英文單字 在什麼台灣 我會用thriving thriving就是壯闊永續發展的意思 台灣is a country thriving under shared values 就是台灣現在是在一個 共同的價值 共同的基礎上面 壯闊中持續發展中的國家 我現在正在找工作 應徵中 想找一個可以保護台灣 保護下一代台灣的工作 找到工作都在一起 一定的 好 謝謝 謝謝 先生 先生 不好意思 可以請問幾個問題嗎 你要問十個都可以 軍人保家未博 防衛叫defense 我平常有在diving潛水 以前身材更好 但是現在至少比 基隆市長林又昌 桃園市長鄭文燦 身材都難得好